大家好,我是小A,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装甲防空车视频,这个视频是网友请求小A做的,所以说我昨天和前天录了几小时,把好的片段录下来了,今天可以说一下我对这个载具的看法,还有一些用载具的攻略。 首先我防空车上喜欢带空中雷达,有了空中雷达就等于把战斗机上的雷达装在你的防空车上,你的雷达扫描距离大得多,只要敌人的战机,不管从哪个角度或者哪个方位推进地图,你的防空雷达上面都会有它的红色的影子,可以按照这个雷达来控制你的机枪的位置。 第二我带的是放大镜,因为飞机在远处飞得特别高,或者说在远处飞得特别低,有时候你用一般的镜看不出,就算看得出,敌人的飞机非常小,你的瞄准性非常大,打出去也不准,所以说有个放大镜,你可以使你的机枪精确地图大大提高。 那么最后我带的是,当然就是防空导弹,那么防空车上有两种武器,一种就是打飞机打得非常痛的30毫米的双门机关炮,这个机关炮对飞得近的飞机杀伤力特别大。 那么第二个带的武器就是防空导弹,你总共有两发,这是对远处飞来的战斗机有用的。 但是我个人一般喜欢用机枪,因为用导弹打,敌人可能会放ECM或者马上可以夺起来,所以说不是非常有效,对菜鸟有用,但对老鸟有点问题。 防空车有两种,苏联的是唐古斯卡,美国的是LAVAD。 防空车在游戏刚出来的时候非常厉害,因为它的射速快,它当时的子弹威力都可以把一辆坦克干掉,当时它的射程也非常厉害,但后来游戏出了几个补丁,把防空车的威力减弱了点,但是它的射程还是保持的, 而且它的导弹锁定时间也快了,所以总体来说,你对有一辆防空车可以控制半个地图的制空权。 我接下来说一下防空车应该停在哪里,防空车不是辆坦克,是一辆装甲车,但它装甲非常弱,特别是我现在装的这些是纯防空车,没有防卫甲。 你一旦被坦克咬住,被敌人攻兵咬住,你被他们吃两炮,你就马上会瘫痪了,所以说防空车的装甲是非常弱的, 这表示你要躲在一个好的地方,最好附近有一个拟军站的点,但这个地方也要给你很好的视线, 因为你到底防空的,你不可能把自己遮的,自己的敌人的背肌都看不出,所以说你必须要有停在一个,可以给你掩护,但是也同时给你很大的视角的地方, 而且你防空车要一直动,我不是说叫你从整个地图转来一圈,我是说你停在一个地方,经常要从一个掩护地方到另外一个掩护地方, 这样子敌人战斗机来报复你的时候,有可能还要找你,我一般喜欢躲在石头后面,或者是火线行动的油箱那里,在离海边境的电线塔上面也可以。 那么关于对付空中的飞机5只,我建议大家用这个腾古斯卡,让我现在的放大镜这种装备,你必须要鼠标,灵敏度调得非常高, 这是因为飞机飞的速度快,而且如果飞机飞过你的头,你的机枪的炮台,你一定要转180度,你转的越快,敌人的飞机就越难逃出你。 而且我建议大家用机枪打飞机,不要用导弹,导弹可以来吓唬飞机,但不要用导弹来杀飞机,导弹它们可以用各种方法来防你,机枪它们防不了,但是你机枪看到飞机不要马上打,等它飞近了,而且它飞直线, 或者它飞有一个规律的行程,你再开始打,你打的时候把你的机枪拉在飞机的前面,它速度飞到多少块,你的鼠标就按照它飞多少块往它前面拉,这样子它很难躲。 防空车有点致命弱点,就是它你打空的时候,你不知道周围地上发生什么,你要防止工程兵,支援兵,或者敌人的坦克来偷袭你,所以说我建议你打好一架飞机,马上移动,或者说如果飞机,看不到的话,你周围四边都看,有没有敌人, 防空车的它的速度还可以,所以说你可以加速,一旦被敌人找到了,你可以马上逃,而且防空车的机枪对步兵近距离打得非常痛的,两点三点它的步兵就没了。 那我现在来总结一下,防空车的功能主要是防空的,不要把它像坦克一样的开向地图上去站点去,这是非常危险的,站点敌人的工程兵两三个导弹就可以把你打飞,你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半个地图,在你保护的半个地图范围里,你要保证敌人的战斗机不能很容易的攻击地上目标, 敌人五直也不可能在你控制的半个地图上撒野,我一般喜欢把防空车停在离你基地最近的点,当然这个点必须是你队站的,而且有你队的队员在那里,比如说在离海边境,苏军的点就是加油站,我在加油站旁边的房子那里停着,或者说美军的离海边境点就是天线,天线旁边因为有很大的视角,也有些掩护, 有石头,有一个整个塔,防止敌人五直或战斗机从高空来突袭你 好,那么小A今天就说到这里,下一次做视频我会做新的DLC,渔波Aftermath,那么感谢大家支持,而且我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,好,请大家保重,拜拜 拜拜